我是一本網上電台的記者,古榮詩 坐在我身旁,就是剛剛比賽完賽的小朋友 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? 張瑞廷 好,張小朋友這個是他爸爸,是嗎? 為什麼你會讓他參加這個比賽? 他平時在家裡都很喜歡講故事 給我機會去參加比賽 為什麼你會選這個故事做這次表演的題目? 讓他學到什麼? 想學到不要做一個自私的人 小朋友,剛才想說 你好,我是小龍葵會網上電台的記者,古榮詩 坐在我身旁是剛剛比賽完賽的小朋友 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? 張瑞廷 問一下他爸爸,為什麼你會讓小朋友參加這個比賽? 因為他平時都很喜歡在家裡講故事 所以給我機會參加比賽 那為什麼你會選這個故事做這個題目呢? 因為都想他知道故事的內容 還有不要做一個自私的人 那小朋友,剛才你想說緊不緊張? 緊張 那你有沒有方法可以令到你不緊張? 有 那是什麼?是否背熟一些台詞呢? 我可以講完才知道,才知道別人是否開心 那經過這次之後呢,如果能進入決賽的話 你會有什麼準備呢? 入到決賽就再跟他練習一下吧 那在這裡祝你成功先吧 那我們…